印尼华语总会近日接待了中国云南省侨联副主席徐盛信一行的人到访 双方就工商领域合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双方就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且在两国政府良好政策的支持下 印尼欢迎云南前来投资 从而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 据了解呢 去年印尼对华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 2024年这一数字呢将会增至65至700亿美元 27年以来中国对印尼出口年均增长了14.9% 从1995年的16.2亿美元 增至2021年的604亿美元 印尼对华语总会进行与印尼对华语总会 可以 Metro TV Extend jetz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